新闻大白话可以正式加入会员了 可以观看不定期的独家影片花絮 还有神秘小礼物不定期抽奖的优先资格 再一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会员 观众朋友们午安 感谢您准时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来欢迎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文传欢迎副主委 郑世伟 大家好 还有立伟高嘉瑜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辉文 在那边 好 首先来看一下 因为昨天陈时中又被呛了 他是在这个拜票的时候 突然遇到了一个就是一个阿嬷 阿嬷这样子经过的时候 就对他呛声 所以我们看一下阿嬷讲什么 阿嬷没有拍到人 然后他就讲说去死啊 陈时中害了台湾 然后但是这样子阿嬷的怒呛 就被人家拿出来比一比 就说其实这一回 这个萨喀都台北的选举 其实每一个人 其实上街都有被呛 比方说像讲万安之前 就被呛说拿出你的DNA来 那黄珊珊也有曾经被呛说 你这个政治变色龙 那可是这一回陈时中被呛 就突然开始网路上面 就有人在出征阿嬷了 那阿嬷感觉上面没有啊 我也只是回应陈时中 回应陈时中什么 你不是在8月30号讲说 我想知道不喜欢我的人是谁 阿嬷只是很实在地告诉了你 一句大白话 他不喜欢你 那所以为什么网路上又有人 开始出征阿嬷 那网友来讲说 什么连个影片都没有 该不会是中共同路人吧 在地协作者吧 是中国阿嬷吧 还是中国间谍 又开始这样子 所以如果陈时中想要知道 不喜欢他的人是谁 你还不能真的告诉他 那现在感觉上面 陈时中讨人厌这件事情 已经变成了一个笑话吗 感觉上好像已经开始变成 一种蔓延开来的一个情绪 在政大竟然发现这件事情 政大有学生上厕所的时候 一看这谁啊 怎么在这个旁边墙头 怎么有一个陈时中的头 就像是假设我主持的时候 我明明是在讲板子 结果我一回头 上面有一个陈时中的头 那还得了 那不是吓一大跳吗 所以就大学生看到说 差点上厕所 害他拉在裤子上头 赶快他就把这个牌子给卸掉 那这个是发生在哪里 这是在政大的图书馆里头 我们刚刚还真的是 请那个政大的学生 去帮我们拍一张照片 案发现场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真的有学生这么的哭手 直接就把这个陈时中 贴在厕所里头吗 那但是反过来我们要讲 就是陈时中不是很不欢迎人家 就是之前讲说 你要恶搞他 他是要提告的吗 那他真的会对这个学生提告吗 我们刚刚也有问一下这个进办 进办那边还没有具体的回应 不过陈时中昨天被问到的时候 他是说不在意 符合校规就可以了 所以看起来 这一回因为是学生这样做 是不是感觉起来 陈时中没有要追究的意思 那另外呢 是不是这个讨厌也在蔓延 昨天也有这样的一个场合 看到了陈时中 还有这些相关就是 陈建仁这些人 五个爷爷婆婆婶婶 围着一个小孩子 就被粉砖拿出来讲说 我看到这个孩子的表情 感觉上面害怕极了 这小孩感觉有点惊慌失措 不知道该怎么占 所以这个粉砖就觉得说 是不是有点在消费儿童 感觉上面 没有顾虑到他的感受呢 另外 吕秀莲今天也讲话了 他讲到说 到底谁挡疫苗这件事 他说当初我要捐 三千万剂BNT 也被挡 我那时候想要见陈时中 对方也说不见 其实我们都有这个印象 因为他那时候说要捐 他还说 他传了讯息给陈时中 记者还去问了陈时中 陈时中好像一副那种 没必要吧 然后讯息好像 已读不回的方式 那陈时中既然 过去的种种 现在一幕一幕的 都被这样捞出来 再度讨论 那他讲说他现在 不会用抗中保台的方式 来思考疫苗的采购 我们又忍不住 要捞出过去的 他讲过的话 你真的没有用 抗中保台的思想 来看待这个疫苗吗 比方说这个BNT 他讲什么 要原厂生产 要原厂分装 意思就是什么 大陆不要 如果是在中国弄的 他不要 然后国台办说 愿意捐疫苗 陈时中是怎么回的 他们在打的 我们不敢用 这样子还不叫 抗中保台 他上海复兴 愿意卖给我们BNT 结果依法禁用 所以这个时间点 你再回去看 你难道没有用 抗中保台的思想吗 而且这个周玉寇 又再再呛这个词迹 他讲什么 他说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就是称正言法师 我才不管你是男的女的 甚至还批这个词迹 是中共自己人 那还讲说 协助中国洗脑巡化 巩固 邪魔独裁的流氓政权 所以我们真的很想问陈时中 既然这个周玉寇 都已经讲成这个样子了 那你是否认同周玉寇 寇姐的说法呢 你是不是会退出 你慈激人医会的身份呢 如果你这么不认同 这个寇姐讲法 你应该要去指证 就是说 其实慈激没有这个样子 你以这个人医会的身份 你也是慈激人的身份来讲 但是你什么都不做 你现在也不退出 所以我们就真的打电话 去问禁办 说你要不要退出 这个慈激人医会 如果慈激人医会 就像是周玉寇讲的 那就是中共同路人 中共自己人 你不是说要抗中保台吗 在疫苗采购这件事情上 那应该要退出慈激人医会 代表你的立场是始终如一 我们来问一下慈激人医会 没想到宅宣跑去 拍我母校的厕所去了 这个因为在民进党 策略性的绿化之下 好像之前台大的学生会会长 在我左手边的高嘉宇委员 就曾经是台大的学生会会长 所以民进党是系统性的 策略性的在全国各大专业 要去扎根 甚至之前赵天宁在帮陈其脉补选 高雄市长的时候 赵天宁 因为他那时候是辅选 赵天宁还希望从大学到高中 到国中 连高中国中都不放过 都好佩服民进党 想得这么远 所以基本上政大是非常无聊的 一个学校 这几年绿化的程度 政大跟台大一样 一年不如一年 一届不如一届 我给大家看 这个是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 他今天去帮林佳龙 刚好旁边有个妇人没有 据说是没有吃早餐 所以就昏倒 救护车就来了 然后赖清德就去 这宅宣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 官方你可以去Google 只要是赖清德去的地方 经常会有人昏倒 然后赖清德就会跳出来 赶快这个看这要怎么样什么的 怎么都这么多好 其实我也帮徒刑哲讲 徒刑哲也是医生 徒刑哲之前当市长之后 他也遇到有人昏倒车祸什么的 徒刑哲跑去关心就有被喷 奇怪 徒刑哲也是民进党的 赖清德也是民进党 为什么赖清德去看照顾这个 所以你刚讲说这些在市场被呛 其实因为这个黄珊珊 蒋万安城中也蛮公平的都被呛 我都很怀疑这些呛是呛真的 他还嗆假的 我也买那种 我也叫他那种 叫几个8加9的 去跟他一起叫他 只要你去的地方 因为你行程会公布 我知道你看我派人去 我就跟你 你要握手我就不跟你握 看到记者待会就嗆你 嗆给记者拍什么 所以这些都是选战的这个 今天你挑这个蒋万安 这要请这个市委兄 你看蒋万安他称什么 极尽污蔑正言 蒋万安 没有人这样称呼正言法师的 你怎么叫他正言 正言是他的法名 要嘛就是 你也不用叫他上人 你叫正言法师会比较那个 你怎么叫他正言 这个 应该是说我们如果都是出家人 你会有法名跟法号 你叫我正言 那我叫你什么 那应该是这样互称才对 而且我们这种凡人应该是 你应该叫他正言法师才对 而且蒋万安今天说 他跟慈激站在一起 这个也不对 你不能去消费慈激 什么叫做你要跟慈激站在一起 蒋万安你应该是说 希望慈激脱离周玉寇的 抹黑抹红的战场 你应该是帮慈激讲话 也不是说你要跟慈激站在一起 我知道你需要慈激的票 可是选举可以这样说 你要跟慈激站在一起 这个也很奇怪 我最后讲一下这个陈时中 他接受媒体照常说 他以50%的得票率为竞选的目标 这让我想起2020总统大选 我不晓得士维兄还没有印象 我们当时都支持韩国瑜选总统 这个2020的总统大选 我希望韩国瑜的得票 是50%加1 为什么我那时候希望 这个韩国瑜是50%加1 就是过半再多一票 其实跟陈时中讲 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那我们来看这个是 最近这几届的台北市 像这个总统大选 我一直只抓台北市的得票率 请大家注意看 不管是当时的 连胜文丁守中或是韩国瑜 在台北市的得票 他的天花板是哪里 就大概40% 42%就到顶了 不管是一对一 或者沙喀都 这个中间这是沙喀都 或者总统大选 南军的得票都是40 42% 可是翟軒你还记得 当时马英九台北市長 连任的时候是60几% 60几% 缩水得这么快剩42% 那你看 你请大家注意看 蔡总统哪几% 蔡总统拿53%多 53%多 所以你回头来看陈时中讲 这个他是痴人说梦吗 是吗 不是 他不是随便讲讲的 蔡总统真的拿到53%多 那蔡总统的票 如果转移给他呢 蔡总统还没正式的帮陈时中 当然也有一些时间 他还没开始催 所以我帮陈时中按照 我也要请示威兄 去多处讲完 你不能讲讲 我的目标是50% 你也可以讲 我也希望以50%为 这个过半为我的目标 还是说我只要守住我的基本盘 我的大本营 我就要赢就好了 中央划50% 我帮你按赞 你有这样的企图心 而且你对照蔡总统之前 在台北市的得票 50%不是不可能 好 紧接着我们问一下家瑜 因为现在看起来好像 是不是来自于这种年轻族群 跟学生 会用这种恶搞的方式 来对陈时中 用这样的人形看板 这是不是一个 感觉上面好像是一个禁训呢 当然年轻人本来就是 比较有创意 尤其是 现在对于网路上 KUSO的文化 把它放在校园里面 我们是第一次看到 我觉得正大学生 确实也是蛮有创意 那陈时中今天面对这个问题 其实他也是笑笑 他也没有特别说什么 也不会在意 我觉得 这本来就是年轻人的一个文化 但是当然 作为一个政治人物 还是尽量 希望大家能够关注 在政策的议题上面 尤其是陈时中 其实本来要推行的 免治马桶政策 或者是其他都更 或者是公共托育等等这些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聚焦 在这个部分 但是最近有点 大家都是失焦了 不管是在讲疫苗 或在讲其他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 大家期待的是台北市长 能够提出未来 关于台北市的愿景政策 那蒋万安到现在 除了攻击陈时中之外 其实大家也看不到他的政策 这个是让大家比较失望的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市长候选人 无论如何代表政党 他都已经有一定的实力 跟一定的被肯定 所以他们今天站出来 某种程度 蒋万安也代表了国民党 尤其是选首都 他更代表说 未来是不是能够代表国民党 更上一层楼 可是如果你所提出来的政策政界 你所代表的这个你的形象 你的能力 都还不到一个台北市长的格局 我觉得对台北市民 真的是一种侮辱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无论如何 我们还是期待说 至少这个陈时中 已经提出了八项到十项的政策 不管是针对内湖交通 针对这些刚刚所说的创新 新创的托育的 或者是说 关于刚刚所说的公厕的文化等等 至少都有提出一些政策 但是蒋万安的部分 大家还是期待说 不要再去走回头路 去攻击过去的这些部分 能够提出一些人 或让大家耳目一新 证明说你有能力 做好台北市长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 对于蒋万安会 比较期待的部分 蒋万安提了那么多政见 你 斯文兄 你讲句光大话 选择不听 我们让世伟 但是蒋万安的政策 到目前为止 包括预约公车 包括这个商圈 辦活动 这些其实都是老调重蹈 而且很多都是被拿来取消 你根本也不希望 蒋万安有什么比较好的政策 可以请世伟哥帮他讲一下 还是请世伟哥提出一下 蒋万安有什么令人耳目一新好的政策 陈时中讲说 焦糖没有去开他的会 陈时中讲对不对 高嘉宇你有去开陈时中的会吗 也没有 对 所以现在人家都在讲说 你投给陈时中 就是投给周玉寇 就是投给焦糖 我先回忆一下 这个嘉宇委员 如果说你批评蒋万安没有提出政策 那真的是正眼说瞎话 你是不是可以到蒋万安的一个脸书去看一下 我们每次 我们媒体朋友 如果在政策发表的一个论述的话 我们都会在 蒋万安的脸书都会公开 包括了富佑的政策 你第一胎给4万 你如果说生两胎的话 那一个社会住宅 你就直接入住 然后到第三胎的时候 我们又是能够来协助你 你包括都更的一个议题 交通的议题 包括新创的议题 包括很多的这一些议题 我们都在脸书上面有 我提醒嘉宇委员 如果说要帮 陈时中讲话的话 我提醒你 登记那天牌子要举证 不要举反的 你举反的时候 你都说电动病 一条纲 对不对 那我跟你讲 说的跟做的不一样 容易让人家想想 那万安委 我也回应一下 刚刚慧文兄所善意的一个提醒 在万安委员的一个脸书上面 他对于政言法师 他只有这张图 刚刚慧文兄所提的那一张图表 可能是我们新闻 从业人员他们做的 万安委员这一张的一个图 你看到上面写的 政言法师 绝对不会少一个字 甚至于我们在 你早上没有去 他是讲话 我跟你講 慧文兄 他是OS 我是把它做成字幕而已 我跟你爸爸 我作为 他实验你要引人 我脾气也不是很好 我跟你讲 他是讲的 不是 这不是打字 我就跟你说 你要引拗就对了 不是我引拗 你不认错要引拗 那我就来吵架 沒關係 不是说吵架 他讲错 他讲正言 没有 今天我们 要消息什么 没有啦 竹子稿都有在 竹子稿 那我播影片跟你听 你错了怎么办 推出演艺圈 我播影音给你听 我先跟慧文兄報告 那没有问题 来来来 我找给你看 你的资料是如此 那当然 如果说慧文兄 如果拿出来 你少了 我讲错 我道歉 你讲错了怎么办 当然我们改进 奇怪 你第一时间就否定我讲的 你是发言人 我不是 你应该是趕快去line 问他说 你是不是讲错了 赶快道歉就好了 你是 你来指责我 因为我有查证 因为我们的QA都在 你查证 QA都在我手上 不要假 我找一下 我待会就找得到 他早上是讲正言 我有听到 你看 他有讲法事 他是有人有良心的 偶尔也是会有良心的 真的 我跟慧文兄報告 如果说有讲错 那当然我们回去 那你奇怪 那为什么刚才是指责我 没有 我是哪里有错 那个图不是我们做的 那不是图 是他讲的 他讲的那个是字幕 那不是图 后来你们做的图片 是有加上法师 那那个是前几天做的 他只有做这一张而已 他只有做 我刚刚提供的这张而已 所以你是针对图片的回应 但是慧文哥讲的是口头上面 他没有那么的周延 如果说没有那么周延 我们道歉 我们改进 可以更周延 慧文哥是期许高 我刚刚就开始了 我就讲说 谢谢慧文哥的一个 这一个善意的提醒 对不对 我相信在选举的过程当中 当然你有错的 你当然把这样 就是立即做修正 如果说没有的是 像刚刚高教育委员讲说 我们朋友提出政策 这不对 我们都有新闻发布会 我们都有在脸书上面公开 然后甚至于我们在跑行程的时候 我们也跟民众说 你不能睁眼说下会 装睡的人永远叫不醒 然后你讲说都在攻击过去 请问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 一直讲228 民进党在选举的时候 一直讲国民党的党产 你说的不是都说过去 今天政治人物要出来选 你也有选过 我也有选过 你总是会被人家做解释 而且老百姓想要知道的是 采买疫苗的一个内容跟真相 你有没有党 你陈时中部长 你当时在去年的时候 台积电 鸿海 他们买了 实际要跟着来做捐赠 你说什么 你说如果太多的时候 会造成困扰 你有没有讲这句话 说我讲坦白了 这个Google都查得到 那你今天 你讲说好了 你今天去市场 你去哪里 我讲蓝绿 现在已经炒得这样子了 总是会有些许的一个民众 有不同的一个意见 但是我们也都倾听 那我相信 我还是要提醒绿营的 你如果说要去欧洲 十八台我也没意见 但是你如果讲说 你要拿出DNA 我请问我们选举在登记的时候 有没有这一项 没有 每个人的一个血脉相连 这是无法否认的 你为什么一定要单单讲说 娘 那我讲坦白 蔣万安阵营 甚至于我们台湾的一个基层 大家都希望你陳时中 能够公布疫苗的一个价格 甚至于你公布疫苗的一个合约 耍着你一推二五六 一样保存三十年 叫你公布 耍着你说这什么 你电电兜兜兜 然后讲到大鸡蛋 你就要公开透明 叫你公开透明 你都不公开透明 所以标准不同 然后每次绿营的朋友就讲说 万安都没有讲政策 我觉得这我们不能接受 可能就是蔣万安讲的方式 不够像陳时中那么有争议 陳时中每一个政策 感觉都好有争议 那弄个免制马桶 你就用偷窥的方式 所以大家印象特别深刻 我们先休息一下 廣州忙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